今天这个分享呢 大家比较open一点 就是教学乡长 不敢说来这边给大家一个lecture 比较像是来交流 那今天我要讲的topic是holistic AI 就是翻译成应该是全人AI吧 那这个很intriguing的topic 那有待会会跟大家介绍说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所以从这个Levendor's Paradox 这个待会会解释 到这个永续的这个鬼论 这个我们今天的topic 大概就要cover这两个topic 那我是现在是 音业达的集团的人工智慧长 那后面这个图可能刚才有 大家有看了一下 可能应该猜得出来在哪里吧 在哪里 花莲啊 花莲东海岸 台中吧 花莲花莲东海岸 对对对东海岸 这个其实是从 这个是我自己手机上面 照出来的相片 很惊人吧 这个有点像那个发现台湾 有没有从飞机上面照下来 这个是过去 我刚到音业达 一直到去年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 这一段期间 大概两三年期间 其实我是坐飞机上下班啦 那坐飞机上下班 很辛苦没有错 可是就是可以观赏到台湾的美景 然后每次飞 每次的景象都不一样 所以这是其中一次的影像 非常的breast taking 这么breast taking的状况下 我就常常在想 这跟今天的tub有点关系 为什么会有永续的想法 其实是从这边来的 这个图看起来没什么特别 这个是出海口 是一样是飞机上面照下去的 出海口有一堆污泥 这个很正常 这个河川总是台湾地形比较高 其实你仔细看 这张图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我把它圈起来 把它圈起来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其实是一座山 它被挖掉的 那挖掉是什么 是水泥液把它挖掉的 那挖掉的高度 从上面看 看起来不大 就是山顶这一小块 其实它是比101还要高的 比101还要高 这一块山顶被挖掉了 所以这就带到我们今天的主题 永续 在工业发展的状况下 总是会有一些不得已的compromise 然后这个就是一个问题 有一点令人伤心 那再简单介绍一下我的背景 那今天能够跟大家一起交流的原因 大概也是因为我大学 物理没学好 才跑去念电机 所以我大学的悲观其实是物理 那当然也有拉拉扎扎 念了其他的几个学位 包含数学的这个外语电机 那我本身是到现在为止还是非常的 常常在把相对论拿来看一看 或是去算一下这个量子力学的东西 有设立一些量子电脑的东西 所以基础科学不只是我的背景 是我现在一直还是非常喜欢去做研究的部分 那背景大概工作上大概都是在美国 尤其是加州或是所谓的矽谷 有在大公司像是NVIDIA Intel 也有在这个新创 创过两次业 第二次被收购之后才回台湾 OK 那先讲一点点这个跟这个 那我到回来台湾之后呢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契机 也是因为我回到台湾 像是一种小退休了 退休到我的家乡在花莲 刚才看到大家看到那个漂亮的这个照片 在花莲呢 种菜呢 种一种发现九神塔都种不好 真的是人各有专精 我是这个种菜不太行 可是AI可能可以可以 那有一个熟识的朋友 就把我介绍给这个音乐达的董事长 现在也是董事长 那我跟董事长相见之后 相见盛欢啊 他就说这个台湾啊 最近几年都一直力求转型 不论是公司啊 或是这个整个产业 或整个国家都在力求转型 那转型的一个盲点就是我们对于软体业 服务业 这一项是我们的弱点 那一拍即合啊 那我就是刚好在矽谷厉害的就是软体跟这个演算法 那硬体不太行啊 硬体就是也一定要靠这个不论是中国 或是台湾的专厂 所以软硬结合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东西 那这个是一个很快的这个应验达的summary 这个应该不用多说 一年做100 million 就是一亿台的这个device 从这个云端的server啊 到HP的laptop啊 到这个我们的这个这个穿戴装置等等都是我们公司能够做的东西 那我跟这个董事长相谈盛欢之后的这个这个软硬结合的这个愿景啊 大概可以从这边一看究竟 那软硬结合尤其是把这个AI所谓的这个智慧的这个intelligent 放到软硬结合的solution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呢 不用多说一定是要带动产业升级 包含包含我们工厂里面的制造里面的怎么样 让这个自动化不只是自动化 而且可以聪明化 可以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 可以自己学习 然后自己呢提升良力率好等等 那详细的来说 可能就会有一些瑕疵检测的东西啊 产线的优化啊 supply chain的优化这些东西 那除了优化现在的智慧制造的东西以外呢 往前看产业升级不是优化而已 它还有在开创未来 开创新蓝海的部分 那新蓝海的部分呢 很多方向其实是可以值得考量的 那台湾呢一个大的这个优势呢 就是这个这个医疗 医疗是我们台湾的骄傲 所以呢台湾的医疗骄傲 加上我们的这个硬体的这个能力 加起来呢一定是非常有希望的 这也是我们智慧医疗在看的一个方面 那Robotics呢或是所谓的自驾车 电动车 这个也是这个大家不论是台湾啊 或是美国到全世界都在看的一个方向 所以Robotics或是autonomous driving 这个也是我们在研究的一个方向之一 所以跟伊尼达本身的这个制造 或是科技制造呢有稍微的有点不同 不过Overall就是软硬结合 OK那带到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几个点 这个全人的AI Holistic AI 在讲到全人的AI之前呢 我们先简介一下什么叫做AI 那我绝对不会秀任何的公式 这个我会用很 这个精简的方法来跟大家介绍什么叫AI 然后再来呢 第二个部分呢就稍稍点到AI目前在化学有哪些应用 哪些应用 那这可能诸位的各位先进呢 可能都已经用在你们的产品 或是你们的研发里面了 所以所以容许我在这边做一个很简单的两个example的share 那第三个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个所谓的全人AI 为什么需要 那第四个调点呢就是 那这个全人AI呢在实际上的场域我们会用在什么地方 用在什么地方 第一个AI的这个101什么是AI AI好像很神奇 你每次看到AI 大家都会想到 这个脑子啊 晶片啊 这个很神奇 好像一个什么魔法一样 那其实啊 我大概可以用两张投影片来跟大家说明什么叫AI AI呢 那其实就是从这个神经网络这个学问来的 神经网络 Neuroscience来的 那Neuroscience呢是来自于这个研究人脑部的运作 要研究人怎么学习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看小孩 大家可能家里不断是很小的小孩 或是已经长大的小孩 他们最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 看电视 还有呢 打电动 对不对 看电视跟打电动 那这两个东西呢其实就是AI 哎 有这么容易吗 怎么说 看电视就是一个吸收的过程 在AI的这个词汇里面就叫做supervised learning 监督室学习 电视告诉你怎么 什么东西 小孩就去吸收它 然后转化它变成知识 supervised learning 打电动呢 就是越打 这个 就是越打 打败了之后就再来 好 这个旅战旅败旅战 这个就是打电动 这个就是在AI里面叫做reinforcement learning 加强式学习 打败了之后 或是这个Mario破关 失败了之后再打 就是reinforcement learning 所以两个投影片跟大家介绍完 supervised learning and reinforcement learning 就这样 简单吧 AI OK 那其实真正把AI再分析一点 它仔细的学门启示 其实是非常多的 我刚提到的reinforcement learning 那当然还有computer vision 这个NLP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Genetic engineering等等 这边我不再追续 这个是AI的学门里面的子学门 那其实大家比较常讲的这个 Deep learning 深度学习 其实只是其中一个比较popular的子学门 那以应用来说呢 它其实用在各个地方 其实今天坐在这里 大家几乎做的每件事情都跟AI有关系 如果是开车来上班 那你的Google地图或是导航等等 其实有AI在里面 看Facebook或是用Google做搜寻或是广告 其实都是AI的演算法在里面 那甚至到你不会想到的地方 像是这个Lawyer AI Lawyer 用这个机器学习来去看这个判决书 或是说这个衣材 刚说过了 这个retailing就是这个零售业 几乎你想到任何一个层面都可以用AI解决 那这个是一点点rephrasing 就是刚才说的AI的两种基本概念 一个是看电视 那这边其实是一个我们实际上在产线用的一个机器 AI的瑕疵检测机 每一台音叶达出厂的电脑 它要出厂到我们的客户之前都会经过检测 那这个检测一般来说 traditionally都是用人来剪的 那如果可以让人的眼睛不用这么酸 不用一直在看他的话 那不是很棒吗 于是我们就发展这样的一个监督式学习 先让这个AI看到很多很多什么叫瑕疵 什么叫不叫瑕疵的电脑 他学起来之后 他就可以帮我们看了 所以这是监督式学习的一个example 那这个是这个打电动的example 这个其实是我们训练的机器小狗 这个是虚拟的机器狗 左边到右边分别是训练这个小狗 经过0.5小时 经过8小时 经过22小时 经过52小时的结果 如果各位有看过这个国家地理频道的小鹿 小鹿从妈妈的肚子伸出来的时候 可能连站都站不起来 他就像那个左边那个那个站不起来的小狗一样 那经过了一阵子的学习呢 他就可以站起来了 甚至可以开始走路了 所以这个自然界的AI跟电脑的AI其实是同样一件事情 好就是旅败旅站 OK所以AI的简介到这里 OK吗 这样子大家有没有get到这个点 好看电视打电动就这样 OK 那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AI在化学 好它可以有怎么样的功用在化学 那我时间的关心就很简单的讲两个例子 好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跟我们现在为什么坐在这边开视讯会议息相关 这个就是疫情COVID 让大家必须能够必须要在远端参加 没有办法现场跟大家请教 COVID这个密码的东西可能在座的各位有些已经非常熟悉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病毒的病毒码 尤其是RNA的病毒码 那看起来就像无字天书 的确它是无字天书看都看不懂 这个无字天书很特别 它只有四个字母 不像英文字母是26个 它四个 这个四个字母都出一个这样的无字天书 然后就造成这个世界上这么大的危害 那这个有些细节我先跳过去 这是无字天书怎么样去解码 它需要一个coded charge去解码 那想说这个无字天书跟我们今天要讲这个化学有什么关系 很有关系 这个无字天书其实是需要被转移成这个蛋白质结构 我们才有办法去长出疫苗去攻击它 那当然现在大家都打到疫苗了 所以我只是用这个来当例子 那这个从无字天书变成3D蛋白质结构 你会觉得说这个好像这个问题好像很难 因为这个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一堆文字跟这个3D的结构 这个八甘子打不着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难的问题 很难的问题 八甘子打不着又很难的问题 传统上要从这个无字天书变成3D蛋白质结构 如果是try and error的话 它有一个很有名的名字 叫做Levendor Paradox 也就是说你试着把这个蛋白质结构 你的心里面是无字天书 解码也是一个一滴的东西 你想要把它fold成3D 一直是一直是try and error 要到宇宙都毁灭了 你还试不出来 我相信如果这句话在两年前跟全世界所有人说 大家都会觉得很绝望 到宇宙毁灭这个病毒 都没办法转移成这个蛋白质结构 这怎么行 Levendor Paradox 那之前有一个Stanford Group 它叫做这个Home Folding Folding at Home的这样一个project 它就是把这个全世界所有的电脑 包含你我现在在用的电脑 如果你有装这样的plug in的话 你就可以利用闲置的电脑 去解这个转移到3D这个结构的这样的问题 然后听说这样的一个Folding at Home的effort 它的算力比全世界最厉害的这个supercomputer 还要大个好几十倍 那纵使是这样 它还是解不出来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我们用AI的角度来看一看 这个就很有趣了 在AI有个问题 有个问题叫做 如果我给你一串文字 然后我希望的output是3D的结构 也就是你在看一本Harry Potter的小说 在还没拍成电影之前 你光是要从小说想象成3D的场景 然后这个头里面想出来 对人来说这个不难嘛 这是我们小孩子最会做的事情 就是看一本书 然后有发挥无限的想象力 对AI来说这是非常难的事情 那有一个open AI 也就是现在最红的钢铁人Elon Musk 他放的open company 叫open AI 他做出来一个这样的东西叫dally Dally就可以把一串文字 在这个example就是armchair in the shape of avocado 一个椅子 它长得像酪梨的样子 他可以把这句话翻译 他从来没有看过 Avocado形状的椅子 他就可以把它翻成下面这几个样子 其实还蛮像的 对不对 蛮像的 在UK的DMI子公司 他就用了类似的方法 他就把RNA转移成3D的蛋白质结构 当然这可能不是只有用在covid的解药 他其实还用在很多其他的蛋白质结构的生成 然后这也解了蛋白质 借几十年来的悬案非常难 通常这个都要在实验室里面做很多的实验 去得到这样的solution 那alpha4的solution很快就可以提出一些proposal 提供给化学家去做 再做进一步的验证跟实验 所以这是我第一个跟大家介绍的example 细节的话可能要看DMI 在Nature最近的publication OK 第二个例子我也是很快带过 第二个例子就是常常不论是在生产 或是制药或是一些化学原料或是material 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叫做chemical discovery Chemical discovery 举个例子来说 譬如说我需要找到某个材料 它是很抗水的或是它很清油的等等 通常都会从文献或是从已有的database里面去找类似的molecure 记得这个keyword是类似的molecure 这个类似的molecure可能也不够多 所以就是非常冗长的一个过程 就是try and error 在AI就有一个方法 细节的话也是一样请大家看这个paper 这个方法就是简单来说 它就是想要在已知的molecure里面 去找出一个latent space 就是一个简化的representation 在这个representation里面找 它想要找的candidate 会比你在茫茫这个high dimensional的molecure的space 找到更容易的许多 那中间这个找representation的方法就叫做autoencoder 也就是类似这个dimension reduction的方法 那这个方法呢 其实在AI里面非常行之有年 那这个方法开始introduce到这个化学界之后 大大的缩短找candidate的这个时间 那找candidate当然不是全部的事情 所以我右边有列出来 找出来之后其实还要真正的做更重要的事情 要去合成要把它分离出来 validation等等 那当然呢这是一个算是一个preprocessing的部分 找出很多candidate 不论是在material science 或是在这个制药业 这是非常好的工具 所以跟各位先进大概先简介了一下 两个AI在化学界可能用处 那当然这两个可能也不够就是说明这所有的这个feel里面 在这个chemistry里面用到AI的所有的应用了 所以呢在最近也就是去年7月有一篇这个 Journal of Chemical Information Modeling 它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像是review的一个paper 欢迎大家就是可以来参考 那这样的paper呢里面就讲到说 其实近年来你看只看这个趋势 over the past 20 years 过去20年来使用machine learning或是neural network的方法呢 去跟化学的一些type结合的这个publication 左边是publication 右边是pattern好的数 是指数型成长 所以大家发现原来这个工具这么好用 所以就是就是很多的publication 那specifically在不同的学门 比如说analytical chemistry physical chemistry等等 他们都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越来越多的学们发现这个tool 其实可以帮忙缩短他们很多 这个无论是discovery或是验证的等等的时间 好 那这个是另外一篇从另外一个不同角度来看的 不同的国家在publication或是使用AI的方面 也是节节成长 那尤其是几个大国 比如说USA 就是这个美国 还有中国 那大公司好像是这个LG IBM 还有这个甚至到这个Samsung 这个Fujifilm这些公司 几乎你想得到 不论是科技公司或是这个制造公司 或是这个车子的公司 他们都大幅的在使用AI这个技术 在这个chemistry或是这个跟chemistry有关系的类似的学门 然后像是biology或是制药等等 OK 那跟各位简介完之后 这个AI是什么 还有AI在这个化学界可能的一些用处之后 那我们要进到另外一个主题 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个所谓的全人的AI 或是这个holistic AI 为什么需要这个东西 如果AI这么好用 可以解这个超级难解的题目 这个Levelendor Paradox 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想要用另外一个角度来去看这个问题 为什么 那这个就回到这个发展 常常会碰到一个瓶颈 这个瓶颈 通常就会用一个turn来去形容它 就是Sustainability Paradox 永续的这个鬼论 永续调给的地方 那这个exemple其实还蛮有名的 就常常我们去买东西的时候 那个购物的这个店员 就会问说 你要这个塑胶带还是纸带 这个问题在台湾比较少被问 在美国通常都会被问 然后他就会问说 你要纸带还是要这个塑胶带 那身为这个爱护地球的我 就说我要纸带 直到有一天我读到一篇文章 就很大惊怎么说大惊 他说看起来虽然纸带可以自然分解 然后像比较environmental friendly 其实制造出一个纸带所需要的能源 是一个塑胶带的五倍 当然有些文章是说五倍 有些文章是说十倍 无论是五倍或十倍 它都是一个倍数的关系 那就会让人觉得说 我们是不是常常就是为了解决一个问题 就制造出来另外一个问题 的确在这个纸带的问题里面 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另外一个跟目前的 我们比较切身的东西 我举个例子 Energy 大家会说那我是不是要用再生能源 用风 用水力发电 太阳能发电等等 那这些发电虽然说是所谓的再生 可是它都不是一个constant 那用电的人们 他不可能说我只在有太阳的时候才用电 不可能 通常是会需要不同时间 都有不同的用电需求 晚上有用电 对不对 那这时候没有太阳能就不行 那最容易的解法 就是在没有办法用自然的再生能源 发电的时候 用这个gas natural gas 就是这个天然气来去补足 来去补足这个不足 那天然气这个就连到右边这个图 最近开电视 常会看到这个俄乌战争 俄乌战争呢 其实呢西方或是说北约 对于这个俄国制裁的力道呢 没有那么强的原因之一 也是欧洲 特别是欧洲 非常需要这个从俄罗斯来的天然气的能源 所以这时候呢 好像你看到这个世界 尤其是CO 他很努力的往再生能源这方向前进 可是at the same time 他创造出另外一个这个永续的这个调诡的地方 他就造成这个政治上的这个imbalance 所以这个其实是 有点类似我们刚才那个塑胶带的这个例子 那同样的AI呢也是一样 感觉AI好像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啊 譬如说这个自驾车 自驾车是AI使用上 或是application上一个非常有名的例子 那一样是刚才 人说过 AI这么厉害 他以后就会发现 人类才是他这个 这个世界发展的一个绊脚石 这个很可怕的这个预言 然后另外AI还有一些其他问题 譬如说像是 他常常就是有个input 有个output 可是中间的过程呢是黑盒子 他不像传统的一些演算法 你还晓得说中间是因为有个加法器 所以才会是整个1加1等于2 其实啊 这个AI常常就是吃进去很多很多的复杂的讯号 然后经过复杂的这个演算法之后 他就告诉你结果是怎么样 那下面有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就是说 左边这个小猪的影片的图片呢 进入我们这个AI呢 的判断呢 他被判断成小猪 这很正常吧 那有些恶意的人呢 他就会在这个小猪的这个的照片呢 上面加一点点的noise 只要一点点就好 就是右边这个 这个乱七八糟的noisy pattern 加一点点 然后加到小猪的照片上面 其实人是看不出来这个有什么差别的 可是呢 进入AI的这个演算法 去分类之后就发现 就会被判成这个airliner 也就是这个飞机 这个小猪跟飞机差太多了吧 所以这个常常就令人诟病 那华尔街呢 每隔一阵子呢 也会有个所谓的这个大崩盘 然后又马上回来 这常常这个华尔街的这个 这个高层就跑出来说 嗯这个是这个computer glitch 可能这个突然就跳电 怎么样 没事了 其实啊 这个是这个 很多这个AI系统里面的singularity 它有一些奇怪的奇异点 才会造成这样的闪崩又闪回 所以这个是一个黑盒子的状况 那这个 另外一个deepfake的例子呢 可能大家在看新闻也看过了 换脸 这个AI换脸 这也是造成这个trust的问题 那另外呢 还有这个bias decision 也就是有些这个 举个例子好了 著名的这个 美国的一个著名的科技厂商 他为了筛这个resume 他就呢 用这个data driven decision 一定是非常公平的 他就说那我用机器来筛履歷表 既快又准 然后这个系统呢 上架大概不到一天好几小时就马上被下架了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啊 我们刚才有说过嘛 AI是这个看电视 看电视就是他学习 那你未给AI的这些学习的资料呢 是来自于过去人资 他在选资料的时候可能有些偏见 于是呢 AI学习到这样的偏见之后 他做出来的decision也就会有类似的偏见 所以这个马上这个就下架 因为他的这个结果就是他就选到 有一些gender bias 然后有些ageism 就是这个歧视的这个年纪 甚至是种族啊 或是这个学校的背景等等 好 所以就是biased decision的问题 那privacy就不用说了 这个人脸辨识呢 常常就会有一些unforeseen consequence 所以可能是我今天请教跟老板说 我要去这个看医生 那可是呢 后来我决定跑去逛这个3C产品店 如果是因为这个闯红灯被照到的话 那糟糕了会被骂 好 这个会有些privacy的问题 ok 那in equality呢 就刚才有稍微有提到 也在不同的 在化学界那一张这个研究有提到 大国像是中国或是美国 大公司像是IBM 或是Google这些大公司 有相对的资源 可以去投入这样的研究 跟这样的 AI化的流程的这样一个动作 那是不是小的国家 没有资源的国家 小的公司没有资源的公司 就越来越这个所谓的数位鸿沟 或是AI鸿沟就越来越大呢 in equality 那还有能源的问题 AI呢为什么会厉害呢 其实to some extent呢 是来自于这个云端的计算 或是整个computation的 这个跳跃式的进步 如果没有这么厉害的 这个parallel processing 或是云端的computing 其实是没有办法去建构这些模型 跟没有办法这么快的 把这个AI的结果算出来的 所以很power hungry 花费非常多的电量 那这个是前几年的一个例子 就是这个照片上有看到 大大的tank其实是微软的tank 你会想说这个微软的tank是什么东西 这个其实是他们的server 云端server的tank 因为太烫了 他就决定把它放到海里面去 由海水来帮它降温 海水帮它降温 那所以在AI的应用上面的 所谓的永续的paradox 就有很多很多的面向 譬如说我刚才简介了黑盒子 loss of trust等等 那当然它会称为paradox 那就是因为它有好有坏 那其实也没有那么悲观 这个如果你仔细看 这个联合国永续发展的各个指标 这边是总共有17个指标 这个17个指标如果仔细的去看 做分析 在分别在这个社会的阶层 society economy 经济上的或是环境上的分析 其实分析出来的结果 就是以下这两个图 看左边这个图就好了 左边这个图 就是Nature有一篇paper 它很仔细的去访问 并且去分析了几千篇的paper 几千个专家学者 去分析出来 在这17个永续指标之中 AI对于这17个指标 分别有什么样的影响 这17个指标刚才有跟大家说过 它是非常的全面的 它有讲到贫穷 hanger 然后还有climbing action 就是气候的影响 然后男女平等 教育 健康等等 总和来说 这个paradox 并没有那么的悲观 大部分的指标 它都是超过50% 超过50%的意思说就是有正面的影响的意思 可是很不幸的有几个还是有负面的影响 这几个负面影响我特别列出来 第一个是gender inequality 它就是在AI的发展越来越强之后 它其实不利于性别的平等 然后再来因为这个equality的问题 会造成一些权力或是区域的不平衡 也会有一些和平的问题 或是公正的问题 然后再来 它可能不太立于这partnership 可能也跟前一个指标有关系 equality有关系 这样 总体来说这个paradox是没有那么悲观的 没有那么悲观的 没有那么悲观 其实我们就应该坐在那边 就是好吧 那就自然发展 让AI去让它自己自由自在的 想要怎么样去改变这个不同的公司 改变社会 改变甚至改变这个地球都没关系 没有 我们其实要静静的来坐下来想 我们除了让它自由发展之外 要怎么样才能够让这个发展 引导到比较正向的方向 影响到比较震荡的方向 那说实在 我这边只是提一个proposal或suggestion 也欢迎大家之后一起讨论 这个典范转移要转到那里去 要怎么做 OK 我这边的一个proposal就是全人 Holistic 全人这个东西听起来有点 就是有点虚无缥缈 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 就前一阵子 因为可能因为坐在办公桌前太多了 背很痛 我就跑去针灸 这个是一个针灸的照片 针灸我就跟中医师说 我下背很痛 下背很痛 然后于是他就开给我药 然后就针灸 然后我就趴下来 就给他针灸 很有趣的 我后来才鼓起勇气 问起我的中医师 为什么你针灸都针灸在我的上背 甚至针灸到我的头上去了 就是我头上插了好几根针 肩膀插了好几根针 上背插了好几根针 可是你都不插我的下背 然后他就也没有说什么 后来我才发现原来 这就跟我们所谓的中医的想法很像 其实人会有生病 或是某个器官 或是某个部位有问题 他其实是息息相关的 他是全人 全部都连在一起 我举这个比较个人的例子 其实就是要illustrate一个idea 全人或是全宇宙全世界 每个事情其实都要合起来看 他可能不能分开来看 那全人这个概念 其实不只在我现在说的AI界 其实在医疗界 其实已经讲了非常非常的久 那现代医学 其实也是这几百年的事情 这几百年的事情 那现代医学非常非常的成功 他成功到一个程度 就是他可以把人 所有的脏器 所有的部位 非常巨细迷 古时候可能就一个滑坨 就可以看你所有的病了 现在去个医院 不只是所谓的五大科 五大科里面还有分很多小科 光是内科可能就分肝胆肠胃科 这个心脏科 胸腔科 胸腔还分内科外科 看牙医以前是一个牙医就好 现在有个牙医手术 这个整形牙医 这个超多的 越分越细 所以变成说怎么样 细到一个程度 甚至开始看基因了 你的基因和我的基因不一样 所以同一个病 虽然都是胸腔外科的病 其实也不能同一而足 这是更细 其实这个有个问题 细到一个程度 会像王阳明说的格物自知吗 不一定 其实比较长的问题是见数不见0 见数不见0 这就是contradict到我们刚才说的全人或是holistic 当你只看到数不看到0的时候 你的solution就可能会有偏差 或是有偏差 OK 这个讲起来很玄 其实在某些领域或是某些应用 已经开始使用这样的东西了 譬如说我要从point A到point B 我要从一个地方A跑到另外一个地方B 你可能就会自然想到我就用Google Map Google Map其实是一个很multi layer的东西 它其实是有从GPS到Land Use census 也就是人口普查 Postal Call 这个叫做区域 有地区号等等 它其实是叠起来的 所以简单来说就是multi modality的data 所以它可能就不是只有一种的data来告诉你怎么样 从point A到point B 那一样的道理 在医学可能不是说只看一张S光片 我只看一张S光片 这看起来有阴影 你铁定是得了新冠肺炎 没有 它其实应该要综合考量 我看血液测试报告等等 加起来它才有办法综合考量 所以这个holistic 不只是全人 而且是multi modality 要看的东西的维度要非常的广 讲完全人这个概念 我就举两个实际的例子 这个例子是去年我们参加 MIT跟哈佛 他们收集了四十几年来的资料 这个是健康的资料 尤其是心血管疾病的资料 这个资料 收集四十几年 他们在最近的十几二十年 每年都会办一个比赛 叫做PhysioNet Competition 这个Competition就是把全世界 不论是美国 以色列 甚至是俄国 各个大医学中心收到的 心血管疾病的patient 他们的经验图都分享在 全世界共享的资料库 让全世界能够利用这个资料库 去增进人的心血管健康 为什么会讲到holistic AI 跟讲到这个有关系呢 它今年的题目就很有趣 它今年的题目就是说 我怎么样从很少的资料来去预测 某些心血管疾病 然后能够达到最高的准确度 这个轴呢 因为时间没有很多 所以如果有兴趣 大家可以看下面我们参加的paper 它有得到Best Poster Award 横轴是不同的疾病的 总共20几个疾病 那holistic AI 我们一开始的演算法 本来是要 想要让我们的演算法 针对某个疾病特别的好 比如说我第一个 大家最熟悉是AF 就是心率不整 我想要对心率不整这个疾病 做最好的预测 所以我们穷极的各种方法 发明各种的model 想要让这个预测做得最好 可是后来我们发现 如果可以把所有的疾病 全部综合考量的话 反而可以增进我们 某一种疾病的准确度 这个非常有趣 我再讲一遍 如果你是要针对某一个疾病 去做最好的预测 不是只看那个疾病 而是看你的讯号 对其他疾病 有什么样的可能性 综合考量起来 就可以做一个更好的 比某个疾病 做的prediction 或是所谓的诊断 这个非常有趣 就是刚才我针灸的例子 你想要让你的下背好 其实你不是单单置你的下背而已 其实你要整个身体 上背甚至头 全部都要修好 你才能够 对你有所有兴趣的病争 有最好的结果 所以这个是非常有趣的一个结果 这个细节 我就暂时先调过 第二个例子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supply chain的management 这样的一个例子 刚才有跟大家简介过 就是音乐打其实是一个 非常大产量 每年产一亿台unit 这样的一个公司 一亿台unit的公司 在这两年 这个supply chain 这个非常不稳定的状况 其实是遭受到非常多的挑战的 那这个挑战呢 不用多说 这个是来自于我们不同的地方的 不论是原物料 或是运送到客户 种种的问题 来自于莫名其妙的一些disruption 来自于这个新冠肺炎 来自于黑天鹅战争等等 那 那讲的例子 这个原料 这个supply chain 有这么样的一个大问题 我们是不是就只要能够拆 这个叫做看到未来 如果我知道说下个礼拜 我的需求是CPU要多少 我只要拆的很准 我这个月提前叫货就可以了 所以的确我们就很努力的去 做了这样的一个所谓的 时间序列的time forecasting 然后time forecasting 就是刚才赵教授有提到 这个是我们美国USA得奖的世界冠军的model 可以把原物料或是什么样的预测的非常准确 然后很有趣的事情是 我们把这样的系统布建在一些测试的场域 发现其实好像没有那么好用 虽然说是世界第一的model 然后可是这个用起来没有那么好用 为什么 因为其实所谓的supply chain的问题 不单就是只有把未来的原物料 或是未来客户的需求猜得很清楚 其他的重点在于你的仓库的efficiency 还有你在仓库要拉料要生产的时候的 这个强韧性resiliency 这两句话这两个字听起来好像有点虚有点太抽象 简单来讲如果你要让你的仓库非常efficient 也就是你没有多余的备料的话 那你的仓库就是没东西空的 那另外一个讲法 如果你要让你的仓库非常的resilient 非常有强韧性 要想拉什么料都有 就是你让仓库满满的就像这样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efficiency 跟仓库要拉到料 其实是相冲突的东西 那也就是daster inventory 跟stackout rate其实是相冲突的东西 所以这个例子就是说假设 我们深蓝色的线就是真实的demand 我需要客户要的东西 我猜就猜客户要的东西 如果猜得很准的话 我就可以布料布的很好 其实左边这个图 这两条线其实蛮接近的 可是右边上上下下 animation 是我们simulate出来的 仓库的料的状况 就算是你这个线这么近 你的inventory也是有时候会没料 有时候是太多料 所以这两件事是不能等同在一起的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prediction跟inventory是两回事 那这个跟全人有什么关系 或者跟holistic有什么关系 holistic一样 它的重点在于我们看东西不能只看一个单一的dimension 在这个例子就是prediction的quantity 其实要看的是inventory的那两个重要的matrix 这两个重要的matrix 也就是inventory里面的efficiency跟resiliency 所以我就特别提这个实际上实际的场域的例子来跟大家说明什么叫做holistic AI 所以我很快的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也放了很多很多的content 就是希望之后有机会再跟大家更学更多的细节 AI其实是一个非常up and coming的应用的一个技术 它从解决Levendor's Paradox 你看我们多快就拿到了新冠的疫苗的解药 可是它也create了一些所谓的永续发展的一些鬼论paradox 这个例子就是世界情势现在就是有点永续的有一些paradox 当然也不是坐以待毙 我们就提出一个简要就是holistic AI 看东西叫multidimensional来看 不是只看某个单一的指标 这个就是我们holistic AI in the field的一些例子 然后再回到我一开始秀的漂亮的图 这个东海岸的图 东海岸的图 当然我过去两三年在飞的时候越飞就是越伤心 每次看每次伤心 可是有一次在飞过101的被挖掉的地方之后 我就发现好像有一个彩色的东西在下面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个video 那个彩色的东西是个彩虹 为什么长那个样子 我就把它称作为飞机彩虹 飞机彩虹 飞机彩虹其实是我自己飞机在云上面的倒影 在我飞了两三年之后 两三年之间 这个景象其实只有出现过一次 所以这是很荣幸的跟大家share这个难得的经验 所以希望呢 不论是从解决11-Dose Paradox 到这个Solve这个所谓的永续的Paradox呢 我们都不要放弃希望跟彩虹一样 我们可以继续的用这个全人的角度 让这个希望不要消失 让事情越来越好 所以这是跟大家今天很简短的一个分享 AI在chemistry AI在永续的一个可能的走向 谢谢大家 OK 非常非常的感谢 那个真的是深入浅出 然后又有很放的这个提点 那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Q&A一下吗 我是中原院陈玉如 那其实我们一直在generate人的那个big data 那我刚刚看到您提到说 见数不见零 我真的非常非常有感触 那我一直在梦想说 是不是有机会能够把人的这种所谓的大数据 像酸明盘一样 你能够去看到它的现在与未来 好 那我的小common是 你在那个有基因体 Genomics, Epigenetics 然后Micrope也等等等 好像缺了一个蛋白质的区块 所以很建议你把 我提供的那一层加进去 好 利好 利好的 是的是的 太好了 那我的想问的问题是说 那个我自己出钱的了解 是AI需要非常多的数据 那当人的这个数据越深的时候 就像你讲的 它有非常multi dimension 那当人深度很深的时候 你就不太可能有非常非常大的数据来做 所以在技术层面上跟在实际上 不知道你们对于这种人的大数据 是不是有一些特殊的方法能够去看 我的梦想就是将来能不能测一个人的大数据 然后他就告诉你 这个病人现在最适合吃什么药 这个病人现在状态什么 甚至是我们可以从亚健康的概念 现在这个状况也许需要再调整睡眠 调整作息等等 好 谢谢 好 这个问题其实被问得非常好 这也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一些tuffy 都被这个陈老师发现了 就是当我们的modality 或是所谓的feature越来越多的时候 在CS我们就叫做curse of dimensionality 当你的dimension越多的时候 你的资料量必须要几何极数的变多 才会有意义 不然就会变成每个dimension 就是一笔资料 甚至是没有资料 所以curse of dimensionality 那常见的做法 其实就是利用所谓的dimension reduction 所以有点类似刚才 我有秀的一个AI in chemistry的example 用这个autoencoder 或是PCA或是等等的方法 或是feature selection 想办法把这个multidimensional data降维 降维之后这个latent space 它就会比较有所谓的代表性 那说实在这么多dimension 其实是很collapse的 比如说通常有些feature它是他们叫做collinear collinear 所以它是不需要把这两个feature就include到你的model里面 那AI一个有趣的地方就是它跟古时候的machine learning 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古时候的machine learning 它需要经过一个特别的step 就叫feature selection或是dimension reduction 然后再去做它的演算法 现在的AI是通通刺进来 它在它的feature layer的feature representation的地方 它就自己可以学习到什么样的dimension 跟什么样的dimension是collinear 它就可以collapse变成它的latent space 所以这个是这样 那刚才你提到亚健康什么的 这个其实也是终极目标 就是身为我现在比如说音乐打好了 我们是比较偏consumer的solution 那直接跳到做医疗的话 其实它是gap其实是蛮大的 那医疗的界的人 他们也不太可能会去接受利用所谓的亚健康的signal 或是说一些比较consumer的signal来predict 举个例子来讲好了 就是前几年有一篇paper 它就说 如果你常常没有发facebook的post 那时候facebook还很红 现在比较不红 如果你那一阵子 比较没有发facebook的推文 你可能就是有忧郁症 比例就很高 或是说你那阵子常常发facebook的发文 可能你最近有个新的relationship 可能新交个女朋友或新交个男朋友 所以你常常会在facebook发文 这个非常有趣 只是看推文一件事而已 就可以预测到你心理健康的状态 那就可以表示说 其实所谓的健康 或是亚健康的这样的一个分析 它不需要靠所谓的medical grade signal 它不需要每个人都一定要带个什么apple watch 然后有个ecg 不需要 它只要看你的推文 你是不是最近常常跟人家有social interaction 就有办法预测你的健康 所以终极目标的确是把这所谓的比较high quality的medical signal 甚至到血液检查什么 再加上你个人的一些生活习惯 包括facebook发文的频率等等 全部结合起来 这时候就变成一个很多的刚才讲的 multi-dimensional curse of dimensionality的问题 把它压到latent space 于是就可以做这样的预测 所以的确这个是大家都在这个努力的方向 老师好厉害 这是我们正在做的 非常非常谢谢 希望以后有几乎跟你讨论一下 因为其实台湾也有相当多健康的大数据 那但是在AI的部分 坦白讲 我觉得很多时候 还是就影像的部分 我想做的是相当不错 可是在针对这种深度大数据的方面 可能还是有一些技术上面 跟需要一些想象 跟一些比较有创意的做法 是可以进行 以后也许再跟您请教 谢谢 陈博士 我是翁维俊 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一下 就是说这个AI单是所谓的 它是学习 那我就想到一个 我不晓得这个问题 会不会是比较跳脱的问题 像我们比如说在一个团体里面 或者一个公司里面 或者是学校或者是研究团体里面 就是有些学生或者有些研究同仁 他就是比较聪明 他对事情的 这个解决事情的方法就很厉害 那有些你怎么教他 他就是学不会 那有没有办法 以这个机器想办法去学 那个很聪明的学生 他解决问题的办法 那让我们以后 比如说我们在开发新的制程 而我有些同样一个研究室里面 有些研究员 他解决事情的能力就是很厉害 你不用怎么教他就是会 那有些你天天骂天天骂 他就是不会 那有没有什么机器 他可以学习说 为什么这个人他的insight就是那么厉害 他马上可以看到 比如说以前我们也找了很多那种 解决问题的方法 什么以前什么填口式的方法 去比如说要设计多少实验 要怎么样怎么样 去解决问题 对不对 可是就是您刚刚说 他不是一个几个dimension 他是非常multiple dimension的东西 那AI能不能帮我们解决 尤其是我们现在少子化 以后人又少 那现在人心又不想想 那我找机器去帮我想 谢谢 这个我不确定我答案 我尽量 这个其实也是 我记得我以前高中 高中的时候我到台大上数学课 那时候我台大数学系的老师 我记得是杨维哲 他应该已经退休了 那时候我高中的时候是在 什么资优班还是什么实验班之类的 他就把我们这一堆 所谓的聪明的小孩抓起来 然后就在研究说 这个小孩是怎么解这个数学体的 想找出脉络找不出来 因为我们就是想不出来 好 这个是题外话 其实现在我用一个比较 concrete的例子来讲好了 学生这个问题可能是比较广一点 这个我可能暂时没有办法回答 可是以医疗诊断来说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 追过一个剧叫做怪异豪斯 就是House House是大概前5年或10年的一个美剧 他在讲一个医生很厉害 他个人有一些奇怪的习惯 可是他三号就很厉害 看到一个病人来 然后莫名其妙晕倒怎么样 然后别人都找出问题 他可以找出来 他只要看 他只要看一个眼神 或怎么样他就知道 他不用看SBS光片 他什么都不用 其实现在所谓的辅助医疗的产品 就是想要做到类似的东西 我现在在开发的一些医疗产品 其实就是在做 有些罕见病或是有些奇怪的东西 可能你医生去看医生的时候 他通常都是用他的头里面有个大数据 他觉得说通常通常只要你感冒 发烧超过几天 然后咳嗽怎么样 咳嗽是有痰的咳嗽怎么样 他就会做一个判断 就是以这个majority vote的方式 大部分的人有这样的症状就怎么样 可是AI或是所谓的辅助诊断的工具 想要做的事情就是 他可能没有办法去找出所谓名医 在看病人的角度 可是他有办法吃非常多的dimension 他尽量就是把病史家族史 什么都吃出来 吃出来之后 他可以同样的 他可以吃很多资料 他可以吐很多资料 他可以吐出10个candidate 一般人类的头可能他装三个proposal 他就装不下去了 他就这个人可能是这个病 他讲了三个 他大概就头就满了 这个是人的memory的极限 可是辅助诊断 他就可以吐出来10个可能的病症 这10个可能大部分都是错的 可是只要有一些罕见病 被他吐出来当作proposal的话 可能就可以帮助 所谓比较junior的医生 不论是intern 或是怎么样的医生 这个可能是我没有看过的 这个可能是我没有想到的 这去帮助他再做更进一步的检查 或是一些思考 所以AI 我猜目前的AI的阶段 大概就是能够把很多的资料吃进来 吐出很多candidate 然后解决所谓的盲点问题 至于思路的话 目前这个也是另外一个 所谓AI的其中的一个学门 他比较像是有人叫做知识图谱 或怎么样 他想要把知识串联成一个graph 这个很复杂的图形 这个connected graph 这样的想法组出来 可以把人类的知识 或是这个data互相的关联性 不只是所谓刚才讲的colinear correlation的方式去呈现 他可以用一个整个一个graph的方法来把它呈现 所以这个是个active research field 希望这样有稍微他碰触到你的问题 谢谢陈博士 这个影片未来的这个audience 也有这个年轻学子的部分 那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话想要跟他们讲 这样子OK 年轻学子常常问我一个问题 在不同的场合我有听到这个问题 他说如果我要进入AI这个领域 不论他的背光是哪里 不论他是高中生 甚至是国中生 然后不论他是大学生研究生 他们都有问过我这样的问题 我就会跟他说 其实这个问题分成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现在 第二个阶段是未来 现在的话就有一点类似 我可能有提过的 其实AI它是一个显现 它是一个各种不同基础科学 最后水到渠成的一个结果 它其实建在以数学来说是 Linear Algebra Probability Bation Theory 或是Information Theory 这些很基本的 不论是在数学系 物理系 化学系 或是Computer Science的 基本学科里面 有这样的基本学科 才慢慢去建构出来 这样的最后的 这样一个AI的这样一个Tool 所以如果现在想要投入 AI这个领域的话 就必须要对基础的学问有了解 至于上面比较表层的东西 可能会有人说什么TensorFlow PiTorch 或是怎么样的东西 这个其实是比较像是表象的东西 这个其实不用追逐它 只要能够去使用其中一个Tool 非常能够很厉害的使用这个Tool就好了 所以这有点 这个回到刚才董事长说的这个Connection的事情 你必须要对基本学们非常深入的了解 你才有办法有insight OK 如果你对于为什么一加一等于二 这是来自于群论或怎么样 这个都不了解 或者说为什么Neuroscience这个神经元 这个神经元是用Cohelation的方式呈现 都不了解的话 你没有办法看到问题用这个解法 然后你可以想出这个insight 你没有办法连出来的 所以这个insight是来自于你对问题了解 变成数学的呈现 然后这两个不停的结合 就是小时候的这个应用题 转成橘子跟苹果 两个橘子 三个苹果其实是2加3 这个脑子你要把这个实际的domain knowledge 转成数学的语言 这样才有办法做出最好的insight 所以这是现在式 那另外一个东西叫做未来 现在AI其实我比较想把它看成是萌芽期 就是大家还在搞不清楚 我要用Pytosh还是TensorFlow 用Python还是用C来写 好这个是萌芽期 然后慢慢在成熟层 可以deploy到实际的场域 那未来当它已经慢慢深入 而且大家已经很习惯的用它了之后 这时候要在AI这个领域有更大的发展 其实在于又回到刚才同样的话insight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做很多的研究的时候 不能关着起门来做 做医学研究一定要跟医生合作 他才知道说原来CT的骗子 跟什么样的抽血的报告 其实是有关系的怎么样 或是这个其实两个是英国关系 或是这两个不是英国关系 或是家族史对于病人会有怎么样的risk factor 那同样的在其他领域像是legal好了 如果我把AI用在这个法律的层面 你必须要知道法律的条文 这样写的逻辑迈或是什么 这个可以feedback到你在设计你的AI系统的时候 你的英国关系或是这一层跟那一层connection是怎么样 那同样的在化学也是一样 化学它可能不是随不乱兜这样的化学是可以兜成那样的化学是不是 他其实某些情况下他才有办法有这样的一个interaction 或是怎样的稳定性 这些insight都非常重要 所以如果有年轻的学子跟我问这个问题 我会跟他说不论你现在在做什么 如果你是基础科学的话把基础科学学好 如果你是在艺术人文法律 这些不同领域的话 也把那些领域摸得一清二楚 在未来唯有能够把基础科学跟应用结合的很好的这种人 才能够有很好的insight 然后才能够把AI这个技术发扬光大 用在他想要用的地方 真的十分谢谢陈博士 那我想今天我们就到这边 那陈博士真的从求学阶段就非常的holistic 修的课从数学物理外文 那个电机等等 那真的现在也带给我们一个很丰富 又充满了希望的一个这样子的picture 这样子 那谢谢陈博士 谢谢大家 就是听我分享 就是很希望有机会能够面对面跟大家请教 就是不论是在制药化学或是学术上面的各个想法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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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那理事长我们是不是 你有没有什么理事长有什么话要说吗 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非常我从小就喜欢看客幻的电影 那谈下去会有很多事情请教不管陈博士 有机会再请教您吧 谢谢谢谢谢谢 我只要简单举一个例子 大家都看过电影terminator 会不会是变成将来我们过度发展AI的这个computer system的一个 nightmare 希望不要看大家 希望不要但是有可能 我只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没有任何政治意图 今天的普丁如果有像AI这么强力的这个能量的话 那是很可怕的 所以当某一种能量跟运算的系统能够发挥到极致 结果被一个心里跟大家不太一样的人掌握的话 那会是一个很可怕的这个情况 但愿不会 但是我相信现在做AI的人都会想到这一点 所以在设计的时候都要去考虑到如何防止那种事情发生 但是防不胜防 所以我们既期待又害怕过度的发展会让人变成相对于AI做什么机器人 更显得趋于劣势 这是我想应该请陈博士你们在发展这些系统的时候应该要注意的 感谢感谢 这完全是科幻的这个想法 以上 谢谢 那谢谢陈博士 也鼓励我们年轻的这个学子 这个domain knowledge要学的精学的好这样子 那以后就真的会很厉害这样子 好谢谢陈博士 是一个很丰富的 但是我们年轻的地围